你可以在metric box 比如說你這邊的話 再增加一個 MSG BOX 新增資料成功好了 比如說讓使用者知道一下 成功 OK 那 這樣就跳出一個訊息了 不過剛開始你們可能很難一次做對 所以建議在這邊先試一個中斷點 請你停在 當他要exqueue的時候 先check一下 Seql到底正不正確 再去執行 不然的話很難喔 真的要一次做對 還蠻困難的 你會發現光這些好像有同學已經頭腦 腦袋快打結了 因為 不過這個就是 最難的地方 如果你這個gap可以跳過的話 基本上後面應該就比較簡單 OK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做完畢 再來的話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要試試看 好我們一樣的流程 第一個 我們先把它叫 啟動表單對 第二步的話一樣選的 一個資料 然後買了多少對 然後確定之後的話 幫我新增一筆 也就是1245這一筆資料要放在資料 對不對 就這一筆喔 對不對 我按一個新增資料 不過還是建議 主行來跑 不然一下子跑太快 再怎麼 再來 就會一下子 那我把它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 這個這個資料 我OK 我要新增 新增資料 按下去對不對 他會出現什麼呢 編譯錯誤 目前 有效範圍內 重複宣告 看一下重複宣告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也要刪掉 定有沒有 這個要刪掉 所以最上面這一行 ABC那個 舊的餐 舊的那個範本裡面的 ABC要把它刪掉 OK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他會傳遞過來 所以剛剛的資料 A41245 B的話是查 C是499 數量10個 4990 C有沒有 ABC的參數傳遞過來對不對 然後他這邊 宣告了OK 然後連結 這一行有沒有問題 欸 檔案已在使用中 為什麼呢 我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寫錄之前 請各位 記得把S的關掉 否則他會